在新闻播出的此刻 这个轻易度台风莫拉克 就正持续的往北台湾逼近当中 这张相局表示 最快今天晚间会发布 他的海上台风警报 而影响的时间 可能是从星期五到星期六 目前他的威力正在增强 这张相局表示 转为中度台风几率很大 这个父亲节 全台将笼罩在暴风范围内 今年第八号台风莫拉克 越来越逼近台湾 目前在台湾东方海面上 1080公里处 暴风半径200公里 持续扩大当中 很有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 现在他的中心最大风速 每秒有30公尺 已经是轻度的上限了 强度预计未来 仍然有机会增强为 一个中度台风 如果他移动的速度 方向没有太大变化 气象局就有可能 在今天的晚上 到明天的凌晨之间 针对我们的北部 跟东部的海域 发布海上的台风情报 目前莫拉克台风 中心风速增强为 每秒30公尺 结构扎实 朝西北溪转西方向 直扑台湾而来 8月7号 8月8号两天 对台湾影响最大 尤其北部首当其冲 风雨将会非常大 中央气象局 以要很小心四个字 提醒民众事先做好 好台准备 中天新闻 郭望述 朱涵鱼 SNG小组 台湾报道